喂喂,TestingTesting123,有沒有人聽到呢? 當然聽到了,因為時間開咪啦! 歡迎來到開咪,今天有我Rita 我拍檔Peter今天不在,但仍然有我繼續為大家在香港台香港人主場 帶來我們這個每逢星期一至五都有的節目 今天很高興,亦都很榮幸,再次請到我一班新於香港的朋友 同路人,文宣的手足,很多不同的稱號 但最主要是再次為大家介紹他們三位 三位男士,不如你們提醒一下我們的聽眾 或者再次介紹你自己給我們新參與的聽眾 大家好,我是初浩基,初浩基是指《新世紀福音戰士》裏面那一隻 是的,《新世紀福音戰士》就是,某些人可能會說這個暴露年齡系列 其實不是的,經典的東西,任何時候都有欣賞者 初浩基就是一個花名,很明顯的 但初浩基是一位年輕有為的青年來的 另外那兩位,或者你們都可以介紹一下,不用太害羞 怎麽說呢?叫做C,上次已經見過了 普通廢青一個,沒什麽特別 還有一位,我就是3號,同初浩基 因為其實同初浩基,怎麽說呢 就比較多方面都相似的 因為思路、說話都比較相似 所以我就是3號機了 我們還有一個2號機 2號機就沒有在這裏出現過 2號機出現過的 2號機是曾經上過我這個英國文宣 它有一集的 但4號和5號本來我們都有的 但都應該找不到的 所以祝他們前程感受 今天都是為什麽請你們幾位上來 一來就是希望輕鬆些 和自己朋友拿回一個聊天的態度 來不來 大家說一下時事、吹吹水 那另外一件事都很重要 為什麽都找你們幾位上來 因為今天是一個,今個週末可以這樣說 今個週末是很多很重要的事情發生 大家都知道兩週連立 2021年的6月12日 一個非常重要性的決定性日子 就在今個週末度過 其實作為曾經 我們幾個都有做過不同類型的文宣 顧問什麼規模 甚至可能只不過在網上 所謂打口水漲 有什麽感想 這週末過去年612 世界好像沒有什麽改變 我又不是這麽覺得 因爲其實一開始 我很早期大概6月10幾日那時 我自己周圍向不同的地方洗版 至於洗版內容是什麽 就不方便說 因爲一說出來 基本上應該都找得到是我 但是那時候我是想著 香港會更進一步的淪陷得更快 而且那時候我想著 這位監管登署會很厲害 現在倒轉回來看 華為差不多被人收了皮 之後其他中國的東西都差不多 收皮都差不多 現在我看上來其實好過當年看 中港關係的 但是這樣 譬如我們現在 至少我們在加拿大這方面 華為最大 最廣為人知的那宗 孟晚舟 現在還未作出任何正式的宣判 仍然是排行期 大家在捉它 那件事的結果出來 沒有人知道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究竟國家有沒有可能打贏 或者會不會華為打贏 你如果把華為當作其中一個 香港沒有我想像中淪陷得那麼差 你覺得會不會仍然是太樂觀 或者太悲觀 我很好奇你決定的因素在哪裏 華為沒有晶片可以使用 那還不夠贏 但是台灣現在這樣 台灣現在疫情 其實已經沒有關係 台灣是一個很大的晶片製造商 你沒有看到前陣子他們大外宣 還是大內宣在說什麼 很多美國公司 好像是Global Times 就出了一宗新聞說 很多美國公司打算把晶片生意 考慮轉移內地 那些時間也是沒有很順暢 我不想說到那些什麼 D encouragement 但坦白說 她的人口基數 加滿數百單 其實你不是很多 沒多 香港時幾天百多單 都不是很多 我都不想說到那些 他們想像甚麼 不需要说到好像很世界每日,要做事都可以做到 台湾缺水那方面,喝的水就好像比疫情更严重 你说电视水的问题比你更大 我觉得那些问题比你更大 所以其他公司把晶片搬到大陆 主要是一些低成本或者低技术的晶片搬到大陆 较高技术要求的那些其实很多都是在台湾 始终这条网络也是在台湾 对了,台湾很多都已经臭了 这就没法否认了 所以你还把高技术搬过去都是让别人参考 特斯拉,其实我觉得它在中国都是市价问得 其实就是所谓抢了市场领先地位 谁进入得很快,趁他没拒绝到你这些技术之前 卖了十几二十万架,拿回一些东西 我觉得好像要进赌场 这些赌场的赌场就好像赢钱 旁边的赌场就不会让你走 不同的道理 你的筹码能不能抢走是一个问题 对啊 我不知道Elon Musk是否能走赌 我当然觉得他会有这个计划 但是他能否走赌场 他会否低估这个党的力量呢? 我现在就不知道了 说起特斯拉突然间令我想起 几年前有一宗都很大宗的丑闻 都是关于汽车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驾奥迪那宗 驾到山崖呢? 我这些内装发含太强了 是的,就是奥迪 奥迪,奥迪是不是德国车? 原来我这些很孽怯的 我驾两艘的车就快就要解体的 所以我不太知道这车是什么国家 我对这些没有什么证明知 所以交给你们说 就是Audi 总之应该是欧洲车 我没记错应该是德国车厂 实际上它在中国 原来Audi 它不是在欧洲继续 和不是在欧洲製造的 它的品牌卖了给大陆 就像这个辉瑞的疫苗 你们在香港打的是中国制造的辉瑞疫苗 这样的道理 卖了制作权和部分零件生产权给大陆 有一帮奥迪的车主 我不太记得是否生白血病 类似这样的症状 很严重的症状 然后他们上网查 就发觉很多买了新车的人 都是遭遇了这种怪病 后来有钱 拿了东西做化验 就发觉原来真的 在中国生产的东西 好像刚才初号所说的 资严物质太高了 所以搞得真是坎家一起 糟糕了 它高了 但又当然不太高得入 叫有少少和解之类 你突然这样说起 我突然觉得 Tesla在中国糟糕 不单只是 它的技术被人偷 实际上 就算它明正言顺光 明正大 卖了个权给大陆 应该都会搞坏 变成这样 很正常的 我觉得这些是 在傻仔那里才不知道 所以我也觉得 这个就是 很明显其中一个 辉瑞应该在香港 都打不起的原因 是辉瑞 Beyond Tech 这个辉瑞是很响的 讲开Beyond Tech 也是一个土耳其 移民了德国的 一对夫妇 创立的一间科研公司 它的辉瑞是响的 所以Visor才会收购它 这个技术 但是 我觉得一天 中国还没办法自己的PR PR形象 应该这一世 香港的疫苗接种率 都是完完的 嗯 说到没了 别人不相信它 我又问一下你们 第一你们觉得 在香港其实是否真的有需要 打疫苗 没有很需要 你打了是吧 没有很需要 我 很简单 一感染风险不高 再加上 每天看新闻 看到那些高官 在谷針 激毒疾疾跳 我觉得很过瘾 所以我就不想打了 打3号呢 你回政府工的 暂时我那里没有被人吹逼 你们不是要打 我很混乱 因为我知道你们很多时候 一定要用安心出行 才可以进入某些办公室 但是打针不是说 那些办公室都可以写字 我听过有些部门 要是打针 要是去自费检测 但是自费检测 你每次都要几百元 但是你的部门还没闪到埋伤 它没有要求 是的 没有强制要求 你也不算很重要 这样的角度来说 是的 这是一件好事来的 脱身脱得快些 只是小薯仔 不是 小薯仔也要进去 现在多少人 就算扭到脖子也要进警署 大家看到这两天公务员秘密出的影片 对不起师傅 我拉到脖子 不要跟我过去 这个不是香港的毒有什么 就是你吹到少少伤 都要报警 都要去医院 马上没有入职 都要认识 要认识 如何射箱 是的 如果不是 你怎会在庭上看到这么多 警察被人被骗到手指甲 都说被人夹警 这根本就是香港独立文化 香港很多人认识内供 在街上都可以夹警 隔着街上 那些内供逢出去 铁巴士 整个新闻都有那些什么东西 都有一些什么 大概160cm的女孩上庭 有个牛膏马大的男人警察 就说她袭击我 对啊 香港很危险 大声工大声点 都不行 僵亲耳朵 对啊 好 其实我这件事最好笑的地方 是那些医院 又真的批过医疗报告给她 其实证明很多 这些背后的打手 在助长 助长这些荒谬的行为 每个机构都有些好的 还有些不好的 但在这里 当我们用大约不少的时间 广告时间 去默安一下香港警察的 各种需要治疗的心灵和身体 在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 再说一会 再继续再谈 天涯海角 你的心在哪 你的灵感 就会在哪 同路音乐人 请相信你的音乐 依然会为香港带力感动 带力改变 那你还等什么 Send a song 撑香港 Song for Hong Kong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的声音 香港人的主场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人的声音 香港人的主场 好呢 当然听到了 因为时间开咪了 欢迎来到第二节 欢迎大家再次听开咪 今天就继续有我 和我三位朋友 初号 二号 和阿C 初号 三号 哎呀 初号 三号 你明白吗 初号、二号和三号 连样子都相似 对不起 三号 我真的对不起 很惨 自动归纳他进入二号行列 我再次邀请他们 因为大家都看到 很明显 这些是现实生活的朋友 大家很适合 很懒懒 很吹水 讲一下香港时事 讲一下不同的事情 我们刚才就 认真地考虑过 香港这个 色灵报考警队的男士的身体状况 那说开他们这件事 那我们不如就研究一下 另外这个周末的Hot Topic 就是这个每年一度的香港小姐竞选 有玩开这个社交媒体的朋友 应该都有听过某一个很著名的娱乐的 怎么说呢 新闻page 姑且可以这么说 那他每年一有香港小姐选举 各方的佳麗 这个page都会用一些很生动 很幽默的语言 去形容各位佳麗的独特之处 包括他的内在和外在 那今年我们都一如既往 有很多很开心的moment 其中阿三浩你应该重点抽击过其中一位女士 真是 真是 怎样说好呢 很有自信是一件好事 是不是阿林作推提名那位 发光普照 活佛fever 真是很像 他由神态 散发出来气质 眼耳口鼻 都是真是 真是 好像 好像 那些网民评论那样 我们很需要 现在香港很少要长和 很平和 看到她的心 已经 立即 安静了 这样 实际上 同样作为女士 虽然 老实说 我也觉得她的自信 好像 很夸张 一些 但是我也很欣赏她 又这么有自信 你们怎么看呢 我只知道现在佛陀都出来了 香港人都不糟糕了 佛陀都要参加香港小姐去选举 观音都来选举 认真 她的样子就真是见仁见智了 但是我也觉得这样想 应该不是香港小姐 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嘛 她EQ都很高啊 明知这样的打扮 怎样说 这么有復古味道的装束 一定笑颜 香港人的口号 你以为是这么高尚吗 多年 我很相信大台的高尚 你不要这么说 每一个港人心中 都曾经有一个港者梦 我知道 但是这个现在的感觉 好像很小丑闹劫 但是这样 你又要这么看 如果到时大台真的 香港小姐做 怎么说 选举 还需要骑劫的名字 真的有选举 大家会不会去选举 她有可能在香港史上 唯一只是一个 真的有所谓普选的选举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 不会 有什么怀疑 还有大台 但是我们一直在此笑大台 但是一直会被大台搞出来的节目 你会不会这样 所以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只会有一个 所谓的二门话题 我根本连留意都没有留意过 没有啊 我自己又只见到观音 我又真的觉得很难忘啊 可以这么说 我其实都很久没有看大台的东西了 无论是消息或者是节目都没有 我怎么看 你不说就真的不知道 我最近也开始看多了很多ViuTV 前陈和我姐姐一起看 Mirror Era照片的综艺 老实说 就不算太好笑 这些游戏 它都是以前玩开的 譬如 那些什么 股那些 即是一队组艇 当然它有些不同 但是 我觉得我自己也脱节了 我看ViuTV 如果你说是看偶像 我都觉得自己脱节 我都喜欢看他的 他那些 他那些 细节目 或者看他的其他 那些时事节目 ViuTV最有名 就是他的众矮 他的自己制作的众矮 算是可以的 真的算是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 他自己拍的剧 有些都可以 我应该去年他有一套 2月29日 以短片来说 是挺好看的 我喜欢在欧錦棠那套打天下 我真的很厉害 我喜欢看那套 还有那个无限斜动 我都不懂这个词 太新 我反而是怎么看他剧集 不是 先说回无限斜动 是什么意思 那首歌不是Sereni唱的吗 他无限斜动 就是现在的青少年 什么都做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什么都做 什么都做 就是他每件事都涉猎 但每件事都好像不太精 那些情况 是不是这样 啊 Sereni Sereni是最年轻的 应该是 他的心态比较老 什么叫无限斜动 真的不懂 我对娱乐的认知是否近乎另 那我又问你 作为全场最年轻的人 其实你人生 怎样都有一些享乐的东西 那你通常享乐什么享乐方式 拿些东西来享乐 你不是看国外的电视 你没有可能一天都只看新闻 看政治 哦 是呀 最主要看国外的东西 多数都是 日本的东西 日本 或上Netflix看的东西 香港 最近在ViuTV 有时会看精华 在YouTube看到就这样 但是 我没有时间 一集48分钟 嗯 我明白 我明白 那说开又说 其实我今集我们大家录之前 都在那里说过 说什么好 虽然有很多东西可以吹 但是也要有个题目拿出来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 因为你们几个跟我年纪 始终差那么好几年 大家不同性别 我经常都很好奇 在一个这样的时代 我们可以说 很多东西都很灰 很多人想着走 很多人对于未来都很不明朗 又对香港很多东西都很唾弃 我直接问你们一句 在这样一大环境之下 拍拖 爱情生活 人生一些 即是灵性方面 一些更加多的交流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尤其是阿C 我感觉你好像不是很大兴趣 嗯 我觉得还好 好 初号呢 初号呢 初号的终结目标是回台湾追求女 回台湾追求女 回台湾追求女 和在那里订阅 都说不定 追求台湾妇 正啊 大家觉得她是成素人 笑什么笑 笑 大家都是成素人 笑一下 笑一下 看见过她的真样 我 我 加油了 对了 加油了 我这都不是靠样子找食 你不要靠样子找食 你不要靠样子找食 你趁现在你戴口罩的时期 快一点 起码就遮住她的样子 对了 作为女性 我有一件事 我觉得很不公道 为什么要有最后一届口罩小姐选举 但没有最后一届口罩先生选举 因为没有成本 因为没有成本 你喜欢看美女 我也喜欢看美女 怎可能不喜欢看美女 但是中国大台 你说大台的话 都没有香港生产选举 什么呀 有啊不是吗 什么时候有过 港南嘛 香港先生有的 都是大台的东西 不是 你以为那些是什么 现在习惠惠惠那些是哪里弹出来的 没看过 唉 又有代价 每次在很多奇怪的位置 就会被人狠狠地插一刀 所谓岁月是一把杀猪刀 就会被人轟车过来 发觉自己突然很老 但真的这么说 粗豪 现在台湾还没开花 那你什么时候 你的爱情生活才会开花结果 我的爱情生活才会开花结果 你觉得开花结果 就能开花结果 就是一个 你不要问我 我什么时候可以收拾屋 要你收拾屋 你算了吧 你收拾屋 你到现在 你说你收拾屋 收拾了两年 差不多了 我去过他家里看 他家里可以丢的东西 你不要理他 他家里可以丢的东西 最想要丢的东西是什么 他人 老实说 老实说 我家里太多长辈的东西 是老人家的问题 老人家他们自己收拾屋 买一些东西 要丢的东西 要丢的东西 要不丢的东西 如果不丢的东西 你只收拾屋 魔术师都搞不定的空间 空间布置 我记得我有一次 请你吃饭后 买了两个水果 给你 你在冰箱放了一个半月 你都没有丢的东西 这个不是买给老人家的 大哥 这些我赢 不 他是老人家 对不起 对不起 失觉 失觉 失觉了 叔叔 那不行 你难得有自己的地方 首先 第一 你没有一个土地问题 你明白吗 香港 赢在起跑线 他簡直赢了 他没有土地问题 他有自己的地方 你知道整件事多么矜贵 我理解不了为什么会没有女儿 说真的 为什么呢 那你和女儿和女儿有没有土地问题 没关系 就是你不会去独居老人家的 对不对 我看不到 你解释完时期 直接进入老林时期 真可憐 这集的开麦究竟是做什么 很简单 就是整群朋友在那里 无聊吹吹 不无聊 因为我对于初号机 那个 真心 就是现在这么灰的环境 有时我真的觉得 在这些 感觉很整形 就是怎么样 整天都会觉得 糟了 哪个人走 你的朋友又离开 上班有很多位 例如吃着个不好的老闆 你是更加难顶 我真的觉得这些位 是更加需要有爱的存在 我这里真的不是说笑 我是真心觉得 越困难的时候 越要有人互相扶持 这样你的生活才会变得比较美好 所以说到这里 我觉得爱这件事 其实大家都限制于情人之间那种爱 但其实爱和爱有很多种方法 兄弟之间的爱 父母之间的爱 因为这些爱都是很重要的 明白 明白 不要笑他 为什么笑他 明白完又笑他 在香港大家 在这样的环境更加要开心一下 要有些娱乐才行 不能永远永远 怅恋恋了 不 speech 好 今天我发现 我Sun5公里有市场 等一下 我们这边馬上聘试 Turks kom头 当老师分享 分享一下区域中的黄店 因为我很想说说初号机的爱情生活 但似乎说一说大家已经轻轻了 所以等一等先讲过回来 我们继续谈 欢迎来到第三节的开麦 今天是一个懒洋洋的周日 因为大家都听到 我们整班人说话的速度 和题目的随意发挥 真是很违远 因为我们一点都不激动 我们很适合大家聊聊天 但开麦就不用每天都很政治 我们不是每天都要惨香港政府 有时都要 好像刚才三号说过 要苦中作乐 要在一个很多东西都很不明朗的大环境下 想想如何治愈 其中说到自我娱乐这方面 刚才3号在讲好之前 他曾提过他家里 刚刚开了一间黄店 所以想不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么好东西 我刚刚开了 我还没去 但家附近也有好几间黄店 其实不是贴顺了很久 有些人都比较新开 但多数都是 我都主要是近这七、八个月才贴顺 我讲一下我一直以来吃的感受,其实初初有某几间吃的, 其实他们的食物是可以的,不果不失,也有意欲继续去吃。 但是去到早几个月就发觉不知是否好似大家,很多黄店都口径不计, 就是质素开始下跌,质素差了,没有那么好吃, 但是比较多黄店都察觉到这个问题,也有改善。 我有一间汉堡包店,初初吃,第一次吃是可以的, 但是之后水准开始差了,调味可能有时候重手了,有时候轻手了, 或者有时候煮的食物过火了,老了,这样。 但是他们也听到一些人的意见,是有改善的, 这几次吃的水准都能保持到。 但是也不是很多店都能够做得到维持这个水准, 口径不计的情况都比较严重。 还有说到另一个角度,两年过去了, 我们很多人都一直坚持吃黄店,甚至可能买菜, 很多家里的东西都尽量黄就黄, 但是有时候有些东西真的避免。 例如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到现在都是坚持用现金来搭巴士, 他不搭地铁的,他真的不搭, 但是我自问我就做不了。 那你们有没有试过在, 又或者你住在这个区很多年, 比如说你楼下那间茶器很行的, 他又不是蓝得出面,但是你知道他是蓝, 又就脚又好吃,又吃得对口味, 有没有试过有些所谓软弱的时刻, 会跑去吃, 或者想很多藉口, 不要说开脱,想很多原因和自己, 碎自己为什么可以的, 没有所谓。 不需要什么藉口, 但有时候我只是觉得有时候避不到, 避不到就避不到, 那没办法, 冬江水帝也避不到, 同一个道理而已。 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住在那里, 只有一间银龙, 那他真的... 喂,等等, 银龙这家东西, 先不论政见, 其实是很难吃的, 我跟你说, 他住在那里, 因为刚好, 如果你讲到在楼下, 只有一间银龙, 不知道大家乐那些, 那他又不想每次都吃, 即是银龙这家东西, 先不论政见, 我觉得就算运动前去过一次吃, 我觉得这家东西是不行的, 这家东西是不行的, 所以就算了, 真的不行的, 这家东西是不行的, 到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在生活上的细致, 可以坚持到多久呢? 因为好像你说, 真的有时候真的无法避到, 其中, 即是黄电不能够避到所有项目, 那很多范围的东西, 你未必真的可以立刻拿到, 立刻吃得到, 这样, 所以就避免不了, 但是我们尽量减少, 即是你说踏车那边, 其实地铁线是公共服务, 也很难为1%杯葛它, 坏真, 我不知我朋友会怎样, 我也觉得很夸张, 因为我以前住的位置, 我坐地气和巴士是说, 塞起车上来可能半个小时, 拆拆它, 那我没可能, 我家里每个都可以上班, 我坐巴士开坐过几小时, 我坐地铁, 稳定地半个小时, 上班这家, 时间就是金钱, 我现在搭车, 如果我搭长途的话, 我会取过折冲方法, 可能繁忙的地方, 可能塞车的地方, 容易塞车的地方, 就会搭地铁, 例如我港岛过九龙, 我会搭地铁, 然后再回家, 可能那一程我会转回巴士, 因为过海那一程, 其实真的很塞, 顺便塞完之后, 乘搭地铁, 过了塞的地方之后, 转搭巴士, 可以比较折冲的方法。 阿粗好呢? 你比较不适人间烟火? 我自己都会尽量避免吃蓝店的, 因为食物方面, 我就可以自己控制到, 差不多我附近有一间黄店, 我是一个星期去吃它几次以上的, 就是因为附近可以吃的黄店比较少些。 等着, 我重点来了, 我重点是, 原来你一个星期有钱出去吃几次黄店, 各位? 那些四十元而已, 那黄店茶几都是黄店, 我们要围剿它, 他知道是好的了, 之前他每次都问我, 不是黄店的, 就是这个KG, 他现在是, 吃汗怎样才好呢? 进步了, 吃一餐, 真的有蛋白質, 有碳水化物, 有菜的一餐全餐, 你想怎样? 没有啊, 朋友那当然是担心你的健康, 我也是那一句, 你都不吃人间烟, 我之前吃KFC吃得几开心, 之前还没带大烟, 你就吃到入厂了, 是的, 是吧, 大哥, 现在这个时势, 不要说我疫不疫症, 真的很重要, 要小心身体, 你知道, 你说你想过去台湾, 普及你未来的恩怨, 你也要有条命才能过去, 是的, 那搞法呢, 你现在有没有机会过去读书? 还在看情况, 我那边认识的教授, 就叫我再申请一次, 但其实现在去台湾, 你现在不是移民, 你只是去读书, 都这么难吗? 我自己水平差, 可能抢学位抢不到, 明白,明白, 那又问一下其他两位, 这些时刻, 我都知道你们都心目中有一定的计划, 有没有想过去和外国打一转回来, 我们不要说移民这么遥远的事情, 你们两个都年轻, 你两个都, 总之都不是大年纪, 你们要申请什么学生签证, 这都很容易, 有没有这样的考量? 有啊, 可能这个和移民计划差不多了, 我觉得, 不过有没有确实计划, 我说真的, 刚刚前我和阿聪奥基谈过, 他来加拿大这边读, 他的博士的可能性, 是有的, 但是, 语言那方面会有难度, 因为他现在不是普普通通, 随便读大学位回来, 但是, 外来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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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真的比较高, 如果你要读文的话, 价格真的会很高, 你意思是读书的学费很高? 学费一来, 如果你之后还要移民的话, 未必能够提升, 两个都加起来, 它有一定难度, 这个绝对是, 始终移民, 虽然现在很多事情, 的程序都感觉上相对容易了, 但是, 其实都, 不要说什么, 我自己在香港, 加拿大两边走, 我现在在加拿大, 我都会常常, 有不习惯之处, 最主要就是, 譬如那些, 我在香港吃开黄店, 死了, 没有了, 我在香港很忙的嘛, 那时候, 一次下一次日, 每天都, 不是去黄店买东西, 可能去黄店吃饭, 很开心, 很充实, 现在回到来, 多人多得, 小猫三四只黄店, 因为也有很多人, 不敢表态, 或者不想, 是完全令人明白的, 但是, 我会很怀念, 那种香港比较急促的生活, 我这样来了二十多年, 我都觉得, 这么不习惯, 何况, 真是移民来, 除了移民的不息之外, 还有那些, 真是金钱上, 财政上, 各种真实的挑战, 我都绝对明白, 所以, 我觉得很有趣, 我很期待, 譬如大约一年后, 两年后, 再和你们聊天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还在香港, 我都很拭目以待, 那也是, 一两年后的事情, 现在看上来都太远了, 是的, 现在在香港的情况下, 大家的时间单位, 可能是说半年, 几个月之内的事情, 两年后, 都好像很远的未来, 佛大约, 在香港, 这段时间, 好像, 这个半年, 是很快的事情, 不知不觉, 都改了, 是的, 你想想, 譬如, 周庭, 2020年之后, 那些时间, 好像过得很快, 周庭, 2020年12月, 是不幸地, 被人这样, 要人家, 他都出来了, 你感觉是好像, 几个星期前的事情, 你中间那些, 他那些, 不同的受苦受懒的过程, 中间那些所有人事, 其实发生得很快, 我这种事情, 我就经常觉得, 真的人是很善忘的动物, 譬如, 不是我家人在我说, 喂, 你看周庭, 周庭出来了, 好老实说, 我, 真的不记得, 是的, 会突然之间, 好像忘记了, 47人, 不是一些很历史性的事情, 是在说上个星期, 上个月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好像, 突然之间忘记了这么多事情, 好像觉得我自己老了很多,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周庭, 以为周庭还要再坐久一点点, 但是, 小估不到这样就出来了, 但他不是还有几宗案在身上的吗? 应该可能有几宗案, 拖下去继续, 林卓廷那宗都说要排到2023年才审判, 那宗721宝洞, 那宗721宝洞, 让他离开不了香港, 让他不断激留, 唉, 香港就是, 我仍然很期待, 譬如明年希望可以回到去探望家人, 亦都完成一些妈妈的生后事, 但是, 尤其是我妈妈过生之后, 再加上我自己的家乡发生了这么多事, 有时我自己看着, 我都觉得很灰, 就是看着你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好, 你怎么走下去, 怎么继续前进, 再加上近期那些越来越夸张的不同事件, 可能在说一些文革式的政府vs市民, 或者政府基本上就被一堆愚蠢的人, 继续坐在一个位置做一些不适当的事, 但是说到这里, 又是时候, 再听多一次休息,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第四节的开麦, 待会见! 香港台 connect了香港, 加拿大美国, 澳洲, 英国, 意大利, 日本, 委内瑞拉, 罗马尼亚, 金埔寺澳门的香港人! 我们要香港人主场! 所以, 要尽快下载HongKonger Station的手机应用程式, 以及将网址hongkongerstation.com bookmark, 免得被社交媒体管住了! 下载Apps, 记得网址hongkongerstation, 香港台 Covic.com Covic.com 喂喂, Testing testing one two three, 有沒有人听到呢? 當然聽到了, 因為時間要开麦啦! 歡迎來到最後一節, 繼續有我Vita 和大家在香港台香港人主場 繼續開麦。 我们就风花雪月,说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亦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周的开始 继续有我三位朋友初浩基、三浩和阿斯,三位来自香港的尤为青年,和大家纯粹聊聊天开麦 我们又说过很多最近发生的时事,我想三位可能都有听过上周我们一位伟大的元朗国家议员何先生,何军必或者何必瑶先生 他发表了一番伟论,他的伟论是什么呢?我不想逐个字词,因为说完都觉得自己的嘴巴很骯髒 他说未来2022年就有这个Gay Games,即是一个同志的运动会 其实他说同志本身的活动是所谓LGBTQ的,即是接纳跨性别,不同性别,性别模糊 总之18岁以上是成年人就可以参加的一个普世价值的运动会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其实当年香港是和几个其他世界级的城市一起去争作主办城市 香港就赢了一个选择回来,去主持2022年的同志运动会 但是何议员上周发表了一些很惊人的言论 也有梁美芬议员,也有梁美芬议员 也有梁美芬议员说,你自己在房屋做什么就自己收拾了 但出来做就很丢架之类 然后就说这个五眼联盟去支持这些普世价值 实际上应该说是这个死眼联盟 三位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于这些伪论? 我现在在等待LGBT界的人群起公知 但好像目前还没等到,可能是何君尧的威压太大了 在台湾早几年就这个同性婚姻立了法,保障他们的权利 去到香港了,这个普世价值下,我们连民主自由都补不了 然后何君尧就已经开了一番战场 打这个同志运动会,令到我们都很无所适从 又这么看,特首都说了,人口老化不是一个问题 既然人口老化不是一个问题,生育率低和高也不是很重要 那我们再走退后一万步 既然是这样,搞同志运动会不会影响香港的将来 那这两位议员发什么神经呢?请问 没有的,真的发神经而已 你期待他们有什么正常思维 他们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扯着个小 什么都胡说的 你当然不明白,你解不能了 其实他们是否真的忘记了香港是赢了这个选择呢? 我想他们是真的没有这个常识 他们不记得自己说的什么都很正常 不要说这些那么深奥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已经太深了 我亦都在网上有看过一些网民的评论 他说我们先不要评论何议员说话有多么荒谬 因为他有朝日说话不荒谬才是一个更加荒谬的发生 但是我就有看网民说过 其实根本香港现在这个状况 是不适合 亦都没有资格 继续去host 这个gay games 原因很简单 他说 觉得很多网民觉得 现在香港 好像刚才 3号说过 我们很多的最基本的普世价值 比如一个民主选举 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举 权力都已经没有了的时候 我们何得何能有什么资格 觉得自己还可以被人当是一个一线城市 然后持续一个和普世价值有关的运动会呢? 你们又怎么看呢? 我觉得香港现在根本是 好像大陆一个小城市 所以我对这些事反而没什么感觉 既然是这样就算了 有点自暮自弃 因为其实如果以这个运动会所说的讯息 所带出来的讯息 其实在大陆都很禁止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议员怎样都会出来表忠 扮认这个忠诚的反对派 让它吸引一些人的眼球 会不会真的吸引到? 老实说 还是好像日本奥运那样 根本其实是被迫的 即是叫洗濕了头 当然是洗濕了头 你说你了 你作为一个香港人 你会不会因为香港政府 主持同志运动的主持得很成功 而对它改观 再不然你看到林郑站出来展彩 说了两句好听话 你想拿东西扔它 不要对它改观 所以某程度上来说 我是在那些网民 觉得香港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资格去主持 我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 虽然我不知道我是否过分悲观 可能最近情绪很多 心理的东西都比较波动 比较大 但我经常觉得 再这样下去 我们作为香港人 香港这个城市 现在有资格做些什么呢 你们有没有什么感想 没有 变成是 赚钱 在香港 只会集中 变成一个 赚钱的地方 大家只集中于 上班 上班 赚多少钱 周末有什么活动 可以花钱 有这样的 但是 你看看很多美国 很多外国企业都在考虑正式转场去新加坡 新加坡和台北 我现在看很多媒体 我看到前段有几家媒体请人 全部都是在台北的办公室 甚至我见过亚加达 我见过新加坡 我真的不觉得香港的位置 开了很多 慢慢走 好事 不是吗 是好事 的确如果根据那个揽炒 我自己是看得很深亮的 但是同样地 你也会 这些话我 我说是揽炒年事 是迟早的事 但是 最多的不是香港人 而是中国和香港政府 他们才是揽炒的 对 他还没有退守 对 对 很多人都有外国护照 他们都可以逃跑的 对 其实我的办公室 很多同事 要是有外国护照 要是另外的配偶 已经有外国护照 其实他们随时都可以逃跑的 只不过他们说在香港 赚多几年钱才逃跑 因为香港 赚钱方面 真的比外国异的 作为一个 在香港做的事的人 然后现在回到加拿大 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说 香港赚钱真的赚得很开心 所以如果你们三位 要移民 真的要认真考虑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说 可不可以找回 跟你在香港平等的薪酬 或者 薪酬 而是 之后 晋升或者上升的机会 是完全不对等的 所以香港那么多 那些 完全是不问世事的 外国人 我这里也很直接 这么说 真的很多外国人 是完全 那次上街游行 那些 完全事不关 既不勞心 那类 因为香港赚钱 就太开心 税率太低 你们又怎么看呢 既然刚才有三号说 有配偶 就能走 是不是时候去认识 海外佳礼 认识 识识识 去外国其实 其实都是 想寻求回国生活 不用在香港生存得那么辛苦 在香港 经常考虑太多事情 就是考虑 赚多少钱 才能够生活 赚多少钱才能够吃饭 究竟 能不能够起份租 然后 又要怎样向上爬 很多事情要考虑 那初后我又问你 你想去台湾 如果真的有机会 他让你去台湾 读到你想进入那个科系 又真的让你找到台湾的女儿 你会不会回来 应该就不会的了 因为我本身 都是半个台湾人 所以你说我是 究竟是忠于香港 还是忠于台湾 我会希望 不需要 选择 但是真的选择 那时候 我都会选择 去台湾 所以香港都是 某程度上来说 在你的心中 都是一条沉船 不是沉船 是一个家乡 有时你 喜欢那样东西 喜欢得太厉害 你反而不忍 不忍心 看着他死 你只看着他 刑事 他的死亡的到来 刑事他消失的一瞬间 刑事他沉淋 本身是很难过的事情 不是说我离开不喜欢 而是 因为有时候太执着 太爱恋那样东西 你看着反而痛苦 我未必承受到 那么大的痛苦 我这次入厂 我都不怕跟大家说 是精神病那种的 是压力太大才会入厂的 那些时间是因为我 每晚 每晚我都在想 计算一些东西 有什么可以在香港再做到的 例如设计一只游戏 我都想着设计一只讲政治的游戏 行不行 我看下我自己一个人要学什么 写什么程式 才可以做到这样的游戏 我每天 OT十几个小时 去学一些新的 吸收一些新的知识 想去在香港再做多一些东西 我这样OTOTOT到 不行了 真是断路了 真是断线了 这样才入厂 入精神科 你让我想起当年 各位sir VA汪sir 他画了那幅图 大家都很有共鸣 就是在 我们当年见到很多警暴 见到很多不公义的时候 晚上其实很多人 都在 转转不能入眠 因为 真是很难受 而且就算你睡得下来 你也睡得很 你个人是睡得不安宁 我们又来到 节目的尾声 最后 我们搞笑的东西又说过 沉重的东西又说过 三位有没有什么 最后几个提醒 想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 我希望大家可以吃饱点 睡饱点 就算在香港沉船之前 做好好的广珠 也是很难的事 嗯 3号呢 没有了 1号已经 初号机已经说了我想说的东西 我可以吃饱了 如果可以吃饱外国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做多一些有益香港的事情 对吗 对吗 去到外国不代表海阔天空 去到外国也仍然 对呀 去到外国不要觉得事不关己 对呀 还有不要这么离地 尽量贴地了解一下 当香港人生活 因为我觉得很多 去到外国的 所谓港人 在离地 都我顶不住 对呀 尤其是很多 我爸爸妈妈 离一辈 我很幸 做一些很笨的事 就觉得很有用 其实没用 对呀 就是这个东西要召唤我 前立法会主席真正的 我希望多些 做些 做些没意义的事情 希望你说少些没意义的事情 做多些有用的事情 说得好 在今次一个 比较轻松一点的方式 下面 我们再次多谢三位 初号、三号和阿司 今天又被我临时拉夫上来 开麦和各位海外 或者大中华地区的听众一起聊天 在这里再次多谢大家 亦到明天继续 和大家在香港台香港人住场 和大家开麦来到这里 就是这样 明天见 各位拜拜 和明天一起每天 齐盼望和寄望 分享这信念 毫无略意地 或隔了 终可再见面 窥同着决意的理想 奔向飞前 心一起同行 不孤单一人 齐抵抗暴雨 一起看之日 气候万世都不斗 荣光民主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